台北市中看文章 年頭改善在日本動機參謀改善 對日本改善風災營變處事進行動慶 夏威東為民眾下了解風災共產改善做情形 日本下週 台北共產自警方列風災燃電設置 透過續集 開山列 指揮中心 和住在民安志氣 為市民 可能了解緊急改營變流程 目前大湖防災公園已經開設 需要安置的災民請安置登記處登記 風鬆站 近風鬆帶來緊急救出站有馬改功能 民眾每一類的遺量平安復職 下週目的好點點發展的展覽 平常是差不多有兩公圈案發 在老廖年一度的台府公演 就變成了緊急使用災民的風災公演 親到州的同事使用減減的兩千三年 一般我們初期 我們現在各個里 我們都有組一個防災的一個編組隊伍 他有疏散班 有引導班 還有急救班 那這是一個最簡易的一個急救的方式 也一個避難的方式 你可以先到附近的林里公園 里長會在那邊做一個集合 從這裡從天堂天堂上 感觸到天堂有幾台夜 這個時期在都不怕到風 來料到幾個風災公演的應變流暢 在天堂台風的台灣 平安空間的國風山時 周親都會顯一批後色 台北市也下重用由 市民初風災公演 將這年一般佛品公演 韓國司令管理一堂 都做到來做斷氣 原知災民的歷史 這區域或是區公所大區域裡面 它有幾個祭典或設置防災公演 對整個區域的安全啊 救治啊 收攏安置啊 會比較完整 韓國公演第270歲章 做了一次災民基行的成法 無論在海裡也在用的 所有的功能也都有 市政府希望大方平常是加強的選擇 這個方向天堂發生災難的 民眾才不會以下的 問題環境解釋 不過實際在體驗民民眾沒去到 韓國單單都會夢想聽聽 同一本大三年 此時就由風災專批 觀衆的成法教育 當君正面來面對災難的潛態 和大家的台北來好 謝謝你們總共分享一下 推播